我們家的杏花開了 杏樹開花了 下2月13號 好漂亮 好像那個花骨頭都那麼潤 含苞待放 我們這個杏樹現在是第三年了 開始開花結果 杏花杏樹 我側院的杏樹杏花開了 好漂亮 這些都已經盛開了 這些還正在含苞待放 好像很潤 杏花開得很早 杏花 今天是3月30號是週末 今天雨過天晴 好不容易有一個陽光灿爛的天氣 趕緊的過來看看我的這些樹 這棵呢就是我的杏樹 它的花呢 現在已經開始凋謝了 現在都已經乾了 裡邊呢就出來的這個小的果實 你看好像每一個花朵都長一個 長一個杏兒 長一個果兒 我今年終於可以吃上杏子了 很多好像每一顆都是這樣子 這顆也是 看好像每一個花乾了以後 裡邊都就是花 花在開的時候 它裡邊就開始接這個小果 然後呢慢慢慢慢的這個花就乾了 乾了以後呢 這個花 花掉下來 然後那個果實就開始露出來 就開始長 然後呢 好像這個杏樹是先開花 然後呢再出葉 現在呢 果實已經都長成 都長出來了 然後呢葉子呢也開始 冒出來了 嗯 今天的花還不少 應該 今天是第三年 頭兩年都沒有那個東西 都沒有結果 今天應該可以吃到了 這個枝子上也有很多 哦 這個枝子上更多 都這麼大了 耶 這個枝子上更多 所以說 杏樹第三年就可以開花結果了 今天是 4月4號 我的這個 杏兒已經 又長了很大了 又長很多了 你看這個 杏兒已經長這麼大了 他前面的那個花的那個 葉 花瓣都已經掉了 有些花瓣還沒掉 但是呢 也和上一次比 這一個禮拜 已經又長了很多了 他預期 預產期是 哈哈哈哈 五月 Late 五月 也就是五月下去 我們可以吃到 杏 這些還都比較小 到五月 下旬 就可以吃到杏 對 今天應該是能吃上了 你看 大廚都是 這個杏 是這種杏 叫Lona 這種杏 就是說這個杏 他不是不需要受粉 他自己就可以 這樣 葉子挺好看 綠綠的 這個小杏 出具規模了 杏素好像是說這個 衛生素B12很多 是吧 對 抗癌效果很高 就是說 對 說是有一個什麼島上的人 好像他們那裡的人 好像很少得癌症 說他們研究就是 因為那個島上的人 就是吃杏吃的特別多 然後就是說 新鮮的杏 杏乾 吃的特別多 所以說 好像就是那個杏 裡邊有一種防癌的東西 今天是5月30號 我們的這個杏素已經長得出具規模了 長得高高的了 都穿過份子了 而且長了很多的枝子出來 把我們的後院都點綴得很漂亮 綠油油的 但是呢 滿樹的 接的 開的花接的果 現在呢 就只剩下最後一顆果子了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唯一留下的一顆杏 所以說今年呢 儘管說滿樹都是開了很多的花 但是可能是因為樹太小的事兒 所以都沒有鑽住 最後就只剩下一顆果子 但是呢 這個杏素已經真的是 初期規模都已經長過份子 粗壯了 已經變得很粗壯了 我相信明年一定會 結滿果實的 好啦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 關於這個杏素 從開花到結果的這個過程的視頻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幫忙點贊和轉發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